萌甲生活季今年以传统杂货店为主题 展出复古市集、杂货和古著等 展览从复古的夹子袋出发 认识万华仅存的传统杂货店创业故事 带领民众一探万华在地人的采买路线 民众可以挑选喜欢的商品 放弃专属的购物袋中 回味过往逛杂货店东挑西选的雀跃心情 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意思是希望 把幻华过去好的杂货店 好的回忆把它找回来 那过去我们团队呢 办的盟者生活去办的 今年是第三届 第一届是清朝 那我们跟清朝做结果 让大家回忆到以前清朝 那个草料的时光 那还有再过来是甜点和咖啡 那我们的幻华的甜点和咖啡 是非常迷人的 所以我们可以带了很多的 那个变家进来 那最重要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让很多人回到50年前 知道邦达的 就像比达刚才讲的 邦达的繁荣时光 这次展览主题 楼山文创基地 访问了人在营业的万华杂货店 以及绿色乖乖发原地等 希望透过活动 带动文创基地人潮 也鼓励文创品牌与进驻店家们向外行销 各位看到今天的活动非常热闹 而且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这个整个走访的万华 很多的老的城区里面的 老的这个杂货店 宗教不但是万华的信仰的依据 而且也是长久以来 这边的文化整个的地景繁荣的一个地标 所以我们说它是不只是有形的资产 它还是无形的资产 所以将来如果文化局 因为有形的资产是民政局 但是无形的资产是主要文化局 所以以后呢这两位 两位如果需要文化局来协助的话 不要客气 跟我们来联系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 整个的无形资产的 每一年都会在推这无形资产 未来这个工作还要持续下去 绝对不是只有文化局 我觉得包括观传局 包括产发局 甚至教育局也好 这个相关的局处 我觉得都要跟着动起来 因为这是应该要 把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要传承 要去宣传 就需要跨局处的一个力量 这边的整合 迈入第三年的蒙甲生活季 每年以不同主题 分享在地店家创业故事 以及在万华生活的感触 再以地图串起万华不同区域 搭配店家老板的口述故事 点亮老城区的各个角落 记者离习会台北报道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